我們現在人在機場停車場 就要出國了 那我們這一次呢 是要去日本的大阪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化不冒險 大家知道我們很多的網友 很喜歡買日本的房子 但是買來可能 你要出租 你出租長租了以後 你自己就不能用 因為日本很保護租客 那你如果說是買來要自用的話 你剩下你一年可能只去了五天十天 剩下時間就很浪費 還要繳一些稅金管理費之類的 所以呢 我其實從去年就一直在找 看有沒有民宿管理業者可以協助大家 那找了一年 中間跌跌撞撞很多那種管理業者 不是很OK 或者是要理不理的 或配合度不是很好 今天終於找到了 嘿嘿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去大阪關係這邊 看這個民宿業者 的物件 他管理的狀況 今天也會入住他們的民宿 而且是整棟的一部件 再跟大家分享這個民宿管理業者的一些資訊 然後他們自己也有自己的 自己蓋的房子 那到時候我們再跟大家講 到底是什麼狀況 我們要去機場的搭飛機走跑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蘭貝爾的一個民宿 他是 喂 現在都要自動自助報道 喂 拿到機票了 現在桃園機場很多都是用這種自助報道的 現在連行李都要自助托運 通過海關了 通過海關了 好 我們現在先去 為賓士吃個東西 3 1 1 2 1 1 2 2 2 3 2 2 2 3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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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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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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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6 9 5 6 出來了 從機場到這邊 970塊日幣 朋友在這邊等我很久了 我們現在人在這個天下茶屋站 這個也是一個大站 然後它這裡不是只有南海線 我們的好朋友在這邊等很久了 美女Ruby 等很久了嗎 風塵普普從台灣過來 所以我今天是要住你們公司的民宿 這一站天下茶屋好像也是蠻有名的一個站 它有很多的交通可以來中轉 所以到任何地方都非常的方便 而且從關係機場過來是最方便的 關係機場 因為我們這邊是南海線 所以就是很多人一下飛機到這邊來 我們剛大概坐了大概40分鐘左右的車程 直達就到了 所以民宿如果在這邊是非常 就是對於觀光客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我就是觀光客啊 你看 我們可以 那就行李一起走過去 那我們如果要住民宿 民宿有個好處就是它有廚房 所以SUPA很重要 超市非常重要 這邊超級多超市 那邊有一個超級大的超市 然後吃的部分也不愁吃穿 要買個東西都沒問題 交通也方便 交通方便 對 購物也方便 所以我們如果要投資民宿的話 就買房子來當民宿的話 應該也是要找這種地方對不對 對啊 因為對於遊客來說 第一 對方便就是交通 第二個就是它周邊的一些配套 機能的部分 對 機能要好 要餐廳有 可以去買一些像電力超商 可以買東西 而且離那些觀光景點也不能太遠 對 非常正確 而且它很多 這裡有很多條的電車線路 喔 電車線路 這裡真的超級住宅的感覺 這晚上住起來應該很舒服 又舒服又安全 所以Ruby應該 你現在是住在大阪嗎 我每個月都會回來大阪工作 但是我住台灣 蛤 你住台灣啊 對啊 我住桃園啊 我跟你 是很近的鄰居 真的 鄰居一起來這邊看房子 但我們只是看房子 我們只是看房子 不然還可以怎樣 還可以吃個飯 吃個餐 所以就是 算是對大阪這邊也算是熟悉 然後 就是也在推薦大阪這邊的民宿 給想要投資的人 是的 目前我們公司在大阪來說 我們是規模最大的民宿開發運營商 到現在為止大概有350棟左右 有移戶建 有公益型的 而且我們有在運營 已經第七年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大阪這邊如果要找民宿管理公司 可能找你們公司就對了 是的 我們非常有經驗 那假設 等一下 那假設說我 我就是隨便買了一個房子 我可以找你們 就是管理嗎 如果是你自己找的 我不知道這個房子 它所有在建設過程當中的房屋品質 那我們現在只做自己開發建設的管理 比較適合 是 因為我們的房子都會有十年的這兩保險 保險公司願意為我們承保 到了 這是我們其中有一棟叫青城 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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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得很遠很別致耶 是 你們的logo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民宿就是租這一整棟 是的 今天晚上這一棟都是新歌獨享 所以我們可以進去嗎 我們直接進來 所以它這個好像兩間對不對 對 這有兩棟 這邊有一棟 然後後面有一棟 在這裡 那它進來入住的時候 就是我們就是輸入密碼 它會發密碼 到你的信箱 進來我們先開個燈喔 開燈了 Ruby找來一個他的同事先來接風 等一下 等一下 怎麼稱呼 叫Haru就可以了 Haru Haru 那個Haru 所以我們現在這一個 感覺這一區有兩棟對不對 對的 這個物件有兩棟對不對 這個物件有兩棟 有兩棟 然後我們進來以後它有一個玄關區 其實大部分的日本房子都會有一個玄關區 然後進來就這樣子 這個房子本來一開始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設計成民宿經營的 對的 就是我們是面向於民宿經營方面的 但是如果我要自己住 好像也蠻OK的 對 我們就是按照對哥標準的這個裝修的 OK 好 其實這一座物件 從一開始建的時候 它的地基 我們所有的一戶建 地基都比別人要高30公分 那它會起到防蟲 防灰塵的作用 也比較沒有這麼潮濕 是的 就是地基會架高30公分 對 已經比其他的 周邊的房子 會高出30公分 因為今天到的時間不過比較晚 因為搬機有一點delay 所以有一點遲到 不好意思讓你們等到 那這個地方就是他們的餐廳區 是 那這邊有一個陽台 因為外面現在暗的 我們也拍不出個所以然 改天再跟大家分享更多 剛剛拿了這個電腦出來的時候 發現桌上有一個這個 這個剛剛那一隻柴犬 小溪是吧 小溪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我們來打開看看 這個是陸助理 每一個房客都有啊 是的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日本人很會搞這些 這些包裝 這是我們自己設計 做側過的商標 然後進來這邊是客廳 那客廳的部分呢 這個電視 真的可以坐下休息一下 對啊你好像很累喔 剛剛陪我從車站走過來 好 大概是這樣 這邊做了一個窗 採光 其實白天採光非常好 然後這裡有個廚房 喜歡住日本民宿的人 就是因為他的廚房可以食用 然後冰箱這邊也有 所以可以買一些日本的啤酒回來 回來冰了欸 還可以 還可以煮飯欸 有飯鍋欸 找時間幹嘛 我來下廚 真的假的 下廚給我看 所以啊 我覺得不是很好 所以我可以嘗試一下 所以就是這些都是 我們在這個民宿 買下這個民宿的時候 就已經全部都弄到 全新的 因為我 你看到的全部都有 包括裡面的東西 都是你的 包含軟裝件也是 電視也是 椅子沙發全部都是 對的 有沒有送女主人啊 我們看能不能幫我們找一個女主人 所有的東西都是 經營的 就是經營所需的軟裝件 全部也都配了 因為我之前有去看過有一些 就是說 他那個房子是可以做民宿的 但是 他那個就是 你住進來 你還要再把它重新再拉 拉皮裝修成可以做民宿的樣子 可能又要再花個一千萬 我看 因為日本的人工送過都很貴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 他今天你今天剛買了電器 他可能下個月才送過來 他送過非常不確定 對對對 那這個是二樓式房間區 可以上去看 上面有沒有人啊 沒有人 來 上來了以後 我看好像是四個門 有四個門 日本的衛浴跟馬桶 都是廁所 它會分開 這個是浴室 浴室的部分 來 有一個大浴缸 在日本 注重民宿最好的地方 就是他有一個大浴缸 洗衣機也有 所以你就不用帶太多的衣服來了 就是更換的部分 我們這個浴缸 它是很溫 可以保持溫度的 它裡面可以一直循環的 是 而且它還有乾燥功能 乾燥功能 你洗的衣服每地方量 就可以放進去 然後開乾燥功 不錯不錯 洗手台 洗手台 洗衣服 你知道我上次去東京的時候 我要洗衣服 他竟然沒有洗衣服 要自己買對不對 對 我們全部都不需要再買了 有一些確實是這樣子 或者是 他就是用別人用剩 一點點擺在那邊 他沒有丟掉 在我們小宅 這個全部都可以管購 上次我其實住的民宿的經驗也蠻多的 像你們這個真的是比較專業的做法 我們已經做了第七年 而且我們有接近350棟 經驗老道 等一下 所以這個是房間 是 而且它的床都是1米5 大家都知道在日本酒店 或者是民宿 它的床都很小 對 在1米2左右 這是1米5 這是雙人床 無恥的啦 無恥雙人床 這一個房間可以住4個人 不好的朋友不能住4個人嗎 你可以 不好的就分開好 衣櫃啊什麼的 還有最後一間房間 可以來看一下 打開看看 喂 這是一個金尺 金尺 這是6尺7尺的 比較大 所以這個民宿 這一附件可以住6個人 應該算是一整個大家庭都可以來這邊 沒錯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有在賣嗎 還是這個是 這個已經賣完了 這已經賣掉了 對 那我們來看這個幹嘛 可以先 了解一下 對 而且我們賣的時候 這樣窗簾 窗簾也全部都有 床單 床單 牆紙 喔 壁紙的部分 這都是我們自己 跟非常有名的廠商出來 它都是不會容易髒的 所以現在Ruby是 就是在台灣嘛 所以就等於說 我們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台灣找到 公司在 有公司嗎 在台北 在台北 松山區 好我們在 我們在把資訊秀在這邊 那大家如果說 想要多了解民宿的部分 我們就是把你們的聯絡方式 附載 加入我們的官方帳號 直接可以連結過去 我們把這個資訊 因為太多網友 在問我們日本這邊 民宿的經營了 那因為之前就是買了房子來 找不到管理業者 或者找不到好的管理業者 或專業的 今天找了一年 總算找到了 這是我 就是你 Ruby 好 那如果說大家對於 大阪這邊的民宿經營 有興趣的也可以加入我們 官方帳號這邊了解 我會把它設成一個專業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點擊 然後加入詢問諮詢 那如果下次有來大阪這邊 要直接來這邊看物件的 也可以直接跟你們聯絡 對不對 可以找Ruby姐 Ruby姐 沒有啦 Ruby妹妹 對妹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 來一起自爭新話 如果你想多了解一下 日本的一些房地產的資訊 歡迎加入我們群組喔 低則留言有加入方式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 來一起自爭新話 我們先感謝Ruby 還有Haru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出國在外語言不通怎麼辦呢 請問這附近有什麼推薦的晚餐可以吃呢 資源超過100種語言 有外籍看護也非常推薦喔 歡迎參考第一則留言 搜集 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